长辈们利用不要的宣传纸在上面练习国画 这一堂课主要是让大家培养文化素养 练习国画可以修行养性 进化社会 指导老师希望有更多人学习国画 培养对艺术的审美观 我们今天在艺术里 老人一回来这里 在上国画课 我是黄岳珍 今天就是有这个机会来这里 跟大家做个学习 因为这个是社区的 就大家都有幸福来这里学习 现在就是一些小孩也都会学习 这就是要让我们社会上 可以来有这个文化素养 所以大家都欢迎来有国画 因为我们这老人也有幸福的时候 都可以来有修行养性 来进化社会 因为现在都提倡这个文化 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够减忘学 可以来够减忘学 因为我们这是无缘的 年龄或无缘 你会有设置或没设置都没差 会有学习就好了 这就是要让我们有一个 收心养性的机会 大家如果学习这脾气也会更好 长辈们则表示 画国画并不简单 需要有耐心 看老师画得很容易 但自己就是画不好 主要是练习的不够 还需要有更多的耐心与毅力 我给他来画山画水 为山为水 为国画 这个不简单 这个要我们写三五年还写不起来 看老师在画很容易 我们在画就画不起来 回家没有那么认真 我在家撇撇脸 来这里就是什么都要写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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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啊 画山画水 画顶啊 画桥桥啊 那都 我没画 我是没有画 画这要有耐心 没耐心也画得下来 这就知道 有那个耐心 来画下去 没耐心 坚醒的人画不下来 青菜画不撇撇撇撇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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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画得下来也没有 没心情 哈哈 没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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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来就 那都要耐心 嘛 我画得很漂亮 我们都比较耐心 哈哈 老师画得很漂亮 我们都比较耐心 对啊 对啊 社区理事长则表示 今天是今年的第一堂课 老师非常用心教学 大家画竹子的叶子 希望所有的长辈可以好好的学习 在家中也可以自己练习 对自己修心养性非常有帮助 我们是玉石社区 今天是我们新春第一堂课 水墨画 老师很用心教大家就是竹子的叶子 教大家怎么会去画 那希望说 我们各位长辈也好好的学习 然后在家也可以在画 这对自己修身养性是很有帮助的 很感谢老师 在过年期间播空来指导我们长辈 这一堂课主要是入门的课程 由于有很多的长辈 对于毛笔的使用并不习惯 因此在作画的过程中感到有些生硬 指导老师也慢慢的教导大家 如何使用软性笔 让长辈们能够习惯 才能够将水墨画画得更理想 记者陈云志草屯正采访报道